下午4点,22岁孙杀公布喜讯,王主亲冷黑话,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访问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目前国拼将士们已经到达德班,参加即将开始的德班视频赛比赛 这次比赛作为国拼来说,希望能够收获五枚金牌吧 因为本次的视频赛也是非常重要吧 不管是孙颖莎还是范连东,都是希望能够在单打方面收获冠军 我们是期待他们能够有好的运气 作为小猫孙颖莎来说,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呢 希望能够跟随前面的足迹成就打满贯 这次是一个好事情,我们希望他能够把握住吧 在此前孙颖莎是身兼三指,让球迷也是有些担心 毕竟作为他来说,虽然说年轻,但是想要在三个项目中收获冠军 体能方面将会是一个很大考验 毕竟这次赛程非常密集,包括在九天之内打完 包括在九天之内决出五项冠军 确实不管是条件方面,赛程方面都是考验非常大 我们希望孙颖莎能够积极的克服吧 就在日前作为孙颖莎来说,也是公布了一个喜讯 让广大球迷非常高兴,纷纷地送上祝福 具体什么情况呢?根据此前的国际拼联正式观看的本次一个比赛呢 孙颖莎虽然说身兼三指,但是孙颖莎在第一轮比赛中都是轮空了 这对于他来说,在体能方面有一个还好的保持 在女单,幻双和女双项目中的第一轮都是已经轮空 直接进行第二轮,这对孙颖莎确实是一个重大喜讯 因为他能够在以后保持体能争取,在几个项目中收获冠军 作为他的队友王楚清也是乐开了话 因为王楚清将会达到孙颖莎出战幻双 第一轮轮空之后呢,王楚清希望能够把体能控制到大大方面 希望在南南方面输获时评赛冠军 这也是他的希望吧,毕竟战兵零零获小军的实力非常强 这次的时评赛也是有机会能够击败所有的对手输获冠军 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孙颖莎还是王楚清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让我们一起为国民教师们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